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剧中的服装道具很适合男女主 滤镜也没有磨皮很严重,很舒服 清晰到可以看到人的毛孔 加上演员都是实力派演员 所以越来越受大家的喜欢 高一时期珍珍遇到了的真命天子许优宁 这个陪伴了她走过人生18年的人 高一的珍珍大概就是14岁的样子 然而许优宁是大他两届的学长 许优宁大概就是16岁 大学毕业时珍珍也就是20岁嘛 学生时代许优宁陪伴了珍珍6年 那么就是在珍珍32岁的时候 许优宁出车祸离开了 所以很容易推算出 他们结婚大概就是10年的时间了 然而结婚长达10年的时间里 竟然没有孩子 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疑惑 有以下两种可能 第一,许优宁做过很多违心的事情 他担心被别人抓到把柄 现在男主的真实很有疑问 因为他声称是许优宁最好的朋友高俊 但是他不是,而是太深 可是男主和素文认识 而且素文很信任他 也能证明男主是他们的高中同学 现在男主的身份不是很明确 但肯定也是许优宁的某一位好朋友 男主非常在意无签字的情书的事情 情书是他写的无疑了 许优宁接呼了朋友喜欢的人 可见人品有问题,而且很有诚服 在工作当中 他为了人情事故和很多人有过一夜情 利用珍珍的身份见了四千万 许优宁很薄情寡义 所以他对珍珍的感情没有很多真心实意 他和珍珍结婚多数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 之所以与珍珍相近如宾 这么多年是因为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做过这么多的坏事 当然不愿意有孩子作为自己的把柄 第三,许优宁身体有问题 在一起十八年间 而且一直用爱浇灌着珍珍 他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固 从珍珍在认清楚她的真面目的时候 不愿面对就足以说明了珍珍对她的程度了 也是珍珍这辈子唯一信任的 最亲密的亲人了 那么珍珍没有理由不为许优宁生孩子 而且许优宁是独生子 许优宁的父母是很传统的农村人 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肯定是希望唯一的儿子剩下孩子 他们会很喜欢小孩子 但是许妈妈也很现实 虽然和珍珍是十多年的家人 一直在心里上没有把儿媳妇当做家人 如果珍珍有问题的话 那么她一定会支持许优宁另娶他人 给家里留下子嗣延续家中的香火 即使许优宁不愿意再娶别人 那她也一定会对珍珍百败刁难 由此可见不是珍珍的问题 再者说了珍珍是这部剧的女主 有女主光环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一定不是珍珍的问题了